中共建政71周年之际 全球各地许多地方都在抗议北京侵犯人权 而在此同时中共官媒丑事则刊登长文 纪念习近平去年主持70周年建政大会 法广报导去年十一国庆 习近平在天安门挥手致意志得意满 面部僵硬的前总书记江泽民来了 满头白发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也坐在他的身边 习近平如同毛泽东当年检阅红阅兵一样 向游行人群挥手 可谓奢侈甚大至极 不过其实习近平去年面对的局势就已经非常严重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习近平的美运开始在2018年的那一场突发政变 也就是他废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 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制废除之后 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远位及格武升平 习近平误判连连党内声音不断 而因为习近平的误判把一场中美贸易战 引发为凝聚美国左右共事 全面对抗中国的战役 随后爆发的香港危机 习近平又犯了致命错误 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 香港从此不相了 一国两制也使得台湾渐行渐远 而在新疆把数百万计的穆斯林 强制集中起来培训 引起西方震惊 就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最高潮之际 中共开始70周年建政大庆 而庆祝完之后不久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最后蔓延到全球 而之后跟菲律宾之间的男孩主权问题 跟印度之间的中印边境冲突 强推国安法使得日本开始抵制习近平出访 习近平的中国失去了亚洲的朋友 原本他以为可以拉拢欧盟对抗美国 但是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欧洲 也显示出欧洲已经结醒了 就连一项被视为对中国态度温和的德国总理默克 近日也明确的表示 中国恶劣而欠残暴的对待少数民族 去年十一在天文数据上面费用支出之下 习近平演出一场极其奢华 要无养威的建设七十周年大庆 不过今年十一已经没什么好说的 囚势只好免为其难为习政权打气 不讲疫情出奇的引力满报 为人类带来一场罕见的灾难 而是换个说法再吹捧中国甩锅 如此费尽口舌的表明 习近平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全族人民的忠心认同以及拥护 其实透露的反而是一种恐惧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灾难 促使一些中国人挺身而出 几个礼拜之前 遭到开除的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论 在2月2号曾经发表 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 批评习政权的无耻 而宪政学者许之友冒着再度入狱的危机 2月4号也发表了劝退书 批评习近平没有思想 不清楚治国方向 并且表示习近平如果有自知之明 就应该退位 而中共红二代任志强的批评信也表示 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 也坚持要当皇帝的小丑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6月底7月初 在网络上面传出一则录音档 分析中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 没有点名说出习近平 不过暗指习近平是一个黑帮老大 并表示这个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果不其然这四个人都遭到残酷报复 但是他们对中共本质的记录 在中共党内以及在民间形成的震撼力难以估计 观察人士观察到今年的中共十一非常不一样 自吹自捧非常容易 但是习近平政权统治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情势 而这一个恶劣环境主要来自习近平本人 以及协助他出谋划策的高官们自我形成的 中国十一长假期间 十九届五中全会举行在即 中共中纪委今天宣布中央巡视组 原前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以及监察调查 董宏曾任中共元老博弈波的秘书 也曾经长期追随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被视为王岐山的大管家 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在十一假期期间 突然宣布董宏落马事件非必寻常 似乎有剑指王岐山之嫌 综合媒体报导 现年66岁的董宏辽宁省海城市人 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圣院 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1983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秘书 研究室副主任 而他曾经长期担任中共已故元老 在求太子党薄熙来父亲薄一波的秘书 后来一直跟随王岐山 除了董宏之外 薄一波的另外一位前秘书 曾经任国家开发银行的富航状网易 也在2010年 因为涉嫌收贿被北京一省判处死刑 换期两年执行 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有熟悉中国正情的人士对苹果日报分析 五中成会前夕中南亥腥风邪雨 王岐山中共中央前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此前有多位孟建柱的亲信落马 而王岐山的好朋友 中共红二代任志强也遭到重判18年 这次就轮到董宏 最了解董宏跟博家等中共红二代 关系良好 而红二代对习近平日趋独裁 走回头路感到非常不满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也对苹果日报分析 王岐山的旧部董宏下马 也可能跟王岐山本人有关 因为在中共不透明的体制之下 这些举动很容易让人认为 王岐山在党内有能力挑战习近平 威胁习近平政权 习近平担心自己地位受到挑战 所以要把王岐山的羽衣足以拔走 尽管王岐山近日都有出席中共的重要场合 不过刘瑞少指出 以往也试过中共人大开会期间 上午开会下午就落马的事件 而在习近平上任出席 王岐山虽然被视为习近平的心腹 但刘瑞少指出外界也会认为 在中共斗争的天性之下 兔死狗棚并不奇怪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 马上就是五中全会 这起事件肯定会影响到王岐山 也或许跟王岐山就是有关系的 目的就是要牵制他 要王岐山退下来 而且要退得非常难受 美国总统川普确诊震惊全球 相关消息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阅读量突破一次 而川普确诊之后竞选活动可能中断 随时会影响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喜 同时也牵动了中美局势 对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 川普试图淡化疫情对美国的冲击跟影响 让选民们忽视疫情的危害 而现在川普也为此付出代价 综合媒体报导 川普在美国时间2号凌晨 在推特上面公布自己确诊消息之后 胡锡进随后也在推特跟微博表示 川普轻呼疫情下了赌注 现在他跟他的太太都为此付出代价 而这个消息也显示出 现在美国的疫情传播程度非常严峻 而且这对川普跟美国都会形成负面影响 当然也会影响到川普的连任险情 不过胡锡进也强调 无论如何希望川普跟他的太太 都可以平安度过难关 也祝愿全球所有感染的人士可以平安 报导指出川普确诊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面掀起讨论 虽然中国官方尚无任何回应 习近平也尚未发表评论 但是中国媒体们已经开始管控网络留言 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 这则消息阅读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 不过下方筛选留言公布的只有6则 而央视新闻这则信息流浪次数 同样有10万级别以上 不过下方只公布了3则留言 而在一些开放媒体留言的网络平台之中 只有不少中国民众借机讽刺川普 先前对疫情的轻忽态度 更有中国网友表示 这是川普送给中国迟来的国庆节限礼 而川普确诊的消息也很快速的成为 微博勒搜第一名的头条话题 更有中国网友以阴谋论来看待 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倒数一个月 这时候传出这样的消息 可能是川普想要拖延大选 而此外前几天刚举行的 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会 川普跟民主党总统参选的拜登同场较劲 中国网友也建议拜登应该去做一下检查 因此拜登目前也出现在勒搜榜值上 而时事评论员李正浩分析 川普可能会因此祭出抗中的最后一出戏 也就是中美端交 李正浩分析 川普确诊之后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是跟川普同创辩论的民族党参选人拜登也被染疫 第二是以英国首相强森染疫为样本 中间川普一度传出病重之后 抗疫成功复出 塑造出他强人的形象 而即使距离美国大选剩下10到15天的时间 川普就可以顺势祭出抗中的最后大戏 或许夺到或许断交 而第三是川普迟迟没有康复选举活动暂停 川普的律师团队以此为由申请延后大选时间 第四是川普撑不过病情真的不幸 那么副总统会代理总统 共和党就要要求重新提名候选人 重新总统选举 不管是哪一种对于美国局势中美局势 甚至台海跟全球都有重大影响 中国持续针对特定人员接种 还在临床试验的第三期新冠肺炎疫苗 安全性引发外界质疑 而近日一群中国疫苗受害者家属出面 表示对该疫苗的不信任 还强调他们不会接种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9月初的时候表示 该公司已经为数万人接种的良种 还处在试验阶段的疫苗 而另外中国制药公司科型控股生技企业也表示 已经为大概3000名员工 跟他们的家人接种的新冠疫苗 不过这三种疫苗目前都还处在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他们的安全性跟有效性依旧有待伤窃 专家认为扩大疫苗接种对象 是因为中国给予重启经济 并且在全球公共卫生寻求领先地位 而各国专家对于中国的做法都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未经临床试验的疫苗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接种者也可能会错误的认为 自己拥有免疫力从而放松警惕 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播 此外这些中国国有或是半国有企业的员工们 是否真的志愿接种也引起争议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 相关企业曾经要求员工们签署保密协议 报导还指出近几年 中国在疫苗方面的记录非常不光彩 问题疫苗层出不穷 一个由中国问题疫苗受害者家属组成的维权团体 9月29号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门面前聚集维权 同时对于中国扩大新冠疫苗接种提出质疑 一位女儿因为接种病毒疫苗险些瘫痪的家长李欣 也在其中 2018年她一岁多的女儿因为接种疫苗 引发病毒性脊髓炎险些瘫痪 目前还在接受康复治疗 她表示目前在中国扩大范围试验接种的 是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跟他女儿接种到的问题疫苗来自同一个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报导称中国很多疫苗受害者 经历似乎都已经证明了 一旦接种的疫苗发生不幸 想要寻得救助非常困难 长期维护维权的公益人士杨战青表示 在她跟进的问题疫苗维权案件之中 只有一名家属曾经成功起诉立案并且得到赔金 最了解目前在全球范围之内 共有9支疫苗进入了最后一个实验阶段 也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其中俄罗斯出品的卫星5号是全球范围之内 第一个获得广大民意使用的新冠疫苗 而当然也是国际之间争议最大的疫苗 因为这款疫苗在还没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之前 就已经被俄罗斯批准上市 日前神明香港青年想要偷渡到台湾 却在广东深圳被中国海警拦截的消息 引起鲜难大波 事发超过一个月 神明青年依旧无法会见家属帮他们聘请的律师 反而被迫接受中国的官派律师 官派律师是中国司法制度里面的独特现象 被人们称为中国法制的独流 自有亚洲电台报导 曾经在中国从事法律维权工作的 旅美中国律师彭永峰认为 将官派律师形容为维权律师更加贴切 他表示对中国政府来说 维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切 官派律师只会遵守官方同一的口信来处理案子 希望当事人可以配合政府表演一场司法秀 很明显就是维稳的一个部分 他分享曾经跟官派律师打交到的经验 他表示官派律师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 会听从中国司法部门的指令来处理案件 而不是依循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来做 特别是在维权、人权等案件之上 报导指出近期几件备受关注的人权案件 都出现官派律师的声音 包括十二岗亲偷渡案、长沙赋能颠覆案以及端点心案 其中长沙赋能颠覆案之中被捕的五个建雄 从来没有获准跟家属聘请的律师会面 而是改由当局委派的律师辩护 让他的家人怒批官派律师是中国法治的独留 五个建雄的父亲代理律师吴游水表示 官派律师背叛了自己的当事者 去帮着官方说话 完全违反了律师的职业道德 吴游水分析官派律师只有三个目的 第一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 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当事人定罪量刑的要求 第二是帮助引力刑事侦查过程之中 存在例如刑事逼供等非法行为 第三是帮助司法单位诱骗或是威胁当事者主动认罪 而追根究底官派律师的存在 似乎跟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脱不了关系 吴游水表示中国政府高举依法治国的棋子 不过这里的法不是指法律的法 而是官员们想法的法 只要符合领导想法全部都是合法的 而不符合领导想法就都是违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